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素颜上阵 也很容易暴露演员的疲态 好在黄小蕾用角色的惊奇神称起了颜值 眉毛浓黑而清脆 眼眸明亮而纯澈 笑容明媚而灿烂 笑起来还有迷人的酒窝 整个人美得鲜艳娇媚 生机盎然 黄小蕾演活了人物的泼辣机米 俏皮可爱 春艳三铁两头 就热情地凑上去 对着炳昆表白 自然的演技把雷佳一演的炳昆那种又耸又善良 惹人发酵的气质衬托得更有趣了 许多追剧的观众都以为黄小蕾是东北人 其实 她是标准的重庆姑娘 整部剧导演愣是一点磨皮都没给 但观众能感到春艳的美 足以证明 黄小蕾是个被低估的好演员 看到43岁的隋俊波扎着双马尾 穿着厚厚的棉袄 面目柔软 一双眼睛轻轻彻彻的 水盈盈地出现在剧中的乡下 我心里就说 对吗 温柔 贱人 不卑不亢 这才是隋俊波该演的角色吗 人世间的美在于把人间百态刻画到极致 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人物 观众从剧中的获得美的感悟 一切都那么美 火一样爱着 人世间值得